我們小事慢點 我們先這樣說 台灣是13號 這次太多人問加拿大 這個大家要留意 就是18號 台灣怎樣報名呢 台灣就是8481079 是不是8481079 8481079 你講明說想報台灣13號的講座 最近他們真的忙得不得了 然後18號呢 我們有一個加拿大講座 如果有很多網友問加拿大怎樣 那大家可以去加拿大講座 18號最重要的就是 加拿大講座這個 不是一個普通的加拿大講座 而是站馬來西亞MM2H的置業講座 就是說 會有馬來西亞MM2H放在裡面 還有買樓啊 當然沒有人會逼你買 但你可以來聽的 而且這個講座是由我主講的 起碼大家沒那麼悶 好嗎 很多問題說 每個人都不同 可以到場 我的同事 我也會幫到你們 台灣的講座 我們已經舉行 有三場爆發 你不說了 7月還有哪一場 7月13號 不是 現在是7月13號 是 星期一 是星期一 那場是晚上7點開的 7月13號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位 我真的不知道 至於之前的 所謂的4號 18、19就爆發了 爆發了 OK 7月13號 加開夜場 OK 如果要報名的 WhatsApp 84811079 我盡量會安排 那些同事 或者我太太 或者我本身在這裡 但因為我不能分身 例如7月4號 又要唱歌 為什麼呢 我的出席 就是會講解 我介紹你們 太多朋友問我 就是那個計劃 怎樣按了一層樓 拿了一塊錢 拿了一塊錢去移民 然後 別人跟你去供樓 而一層樓又不用轉讓 五年之後 你還開始有錢 是怎樣呢 那這個究竟 是一個什麼計劃呢 到時候 我當然會在現場 再跟大家說 好的 至於7月18號 這真是連環 18號 我們本身已經有一個 星期六的台灣託 我們那天 所以真是大 反應也不差 就在7月18號 就早上 10點到晚上5點 我忘記了哪間 尖沙咀 某一間酒店 新酒店 我不記得那個名字 什麼華麗 還是麗華 我不記得 我也記得 那天的安排 最後是這樣 就是 就是早上10點 聽清楚了 早上10點至1點 就是馬來西亞時段 1點半至4點 就是加拿大時段 如果我想聽馬來西亞 但下午才有空 你可以照來 因為你有同事 就在4至5 或者什麼 在後面跟你說 簡單的 或者我想聽加拿大 但我早上有空 你早點來 我們也有同事可以招呼你 因為我們租了一個場 都可以的 總之那天會有兩個討論 釋除專辯 OK 那加拿大討論 當然由我們阿祖哥 或者他的同事 一起跟大家講解 都可以針對你們每一個人的需求 去解釋 技術移民 和商業移民的原則 OK 但我當然 善常 就是MM2H 近期MM2H 又是八九成 是不批的 幸好我們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正常的 但是其實 我那邊的公司 都跟我說 你可以維持幾天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OK 他最近是嚴重了 但是我們暫時的客人 是正在排 暫時沒有解釋 但我都會密切留意著 所有馬來西亞那邊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那邊是換了一些部門 最多的部門 沒有理由不批 是吧 但是Anyway 大家覺得 我認為 如果你不是說要有本護照 馬來西亞很難拿本護照 有一個居留權 你又喜歡說廣東話的生活 又喜歡接近香港的生活 馬來西亞是唯一的選擇 我不是說不二之選 是唯一選擇 OK 這是7月18日 那怎樣報名 84811079 即是無論你去台灣 7月13日的星期一晚夜長 還是7月18日的馬來西亞加拿大 你說不,我又想聽 但那天我已經報了 這個台灣 我先聽一下台灣 定一點 OK 因為我看看會不會拍一段 這次應該興趣大一點 因為過去 通常是我們馬來西亞的老友 會說馬來西亞移民的事情 不是我說的 當然可能說服力強一點 就是馬來西亞人 是 至於你說介紹物業那裡 本來也有一些美女 也不是我說的 但我亦是一個物業的業主 我對這個物業或馬來西亞的生活形式 非常熟悉